她是中国近代84年风云变幻的亲历者 出身书香门第的她 学识渊博 一条祖训代代相传 事不必难亦不逃走 她就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院长汤一介 儒家常常讲的一句话 就是 道并行而不相悖 作为研究中国儒家文化的著名学者 她深谙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面对文明间的冲突与交融 始终保持开放的心态和坚收并需的思想 所以儒师道三家 常常说她什么呢 三教归一 三一介和她的夫人岳戴云 这对未名湖畔的学术双臂 一儒一道一静一动 六十年携手同行相濡以沫 在演播室又将带给我们怎样的温馨和感动 写了一段话 送给月代人 亲爱的小蛋蛋 在二十一世纪世界的高速发展中 儒学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 对于字数超过十亿字 规模大国四库全书的千古儒学第一藏 儒藏的编撰究竟有何意义 汤一介把根留住 文明之旅近期播出 敬请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杨瑞 今天我们的文明之旅的书香客栈是著名的北京大学 今天我们将陪伴一对相濡以沫六十多年的老教授 一同在卫明湖畔散步 共同去领略我们中华文明的厚重和他的魅力 我们今天栏目的主角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汤一介教授 他同时也是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的院长 今天我们还非常荣幸请到了他的太太 北京大学著名的比较文学的学者月代云女士 谢谢您的光临 今天我非常高兴能向各位介绍一下几位来到现场的外国友人 他们是长期生活在中国 对中华文明颇有研究 他们是来自美国但是伊朗血统的Mr.Fazam Kamalabadi 他的中文名字叫华赞 各位认识一下 来自加拿大 在中国生活了25年 并且娶了一位中国太太的Mr.Joe Carter 还有一位我刚才已经注意到的 非常英俊潇洒的来自波斯湾的伊朗的小伙子 您自我介绍 您的名字叫叶伟 您看头发系在后边像爵士乐的歌手 OK 接下来我们通过大屏幕认识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 1927年汤一介出生于天津 汤甲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书香门地 汤一介的祖父汤林是清光绪十六年的进士 父亲汤用彤是九父盛名的国学大使 汤一介从小深受父亲的影响 对传统文化接触很早 而祖父和父亲治学处事的态度 对他的一生影响深远 热爱思考的汤一介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教授 同时也是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的院长 作为中国著名的哲学大家 汤一介曾提出和而不同 普遍和谐 内在超越 中国解释学 新轴心时代等一系列新问题 推动了文化界对传统哲学的大讨论 其中他提出的传统哲学应走出中西古今之争 更是促进了中国传统哲学与现代的相结合 汤一介著作丰富 著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如是道 在非有非无之间 佛教与中国文化 未尽南北朝时期的道教等等 2002年 75岁的汤一介提出编钻如葬的建议 并于04年初正式启动编钻工程 这项将毫使16年 约10亿字的国家重大文化学术工程 得到了中外学者的大力支持 现在完成这部千古如学第一葬 是84岁的汤一介最大的梦想 请大家用热烈的掌声 欢迎我们今天的男主角 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汤一介教授 有请 谢谢 汤教授久养 但是一直没有机会给您敬茶 谢谢 认一下嗓子 我们今天要谈四五分钟 我敬大家一杯茶吧 那我也加盟一茶 汤先生 记得将近十年前 您接受过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白岩松的采访 当时他的第一句话就说 您似乎好像一直生活在您的父亲 著名的国学大师 汤永彤的阴影里 今天您摆脱了父亲的影子了吗 这个很难说 从一个方面说 我仍然没有摆脱他的影子 从另外一个方面说 我已经摆脱了他的影子 我想就第一个方面讲 为什么我说我仍然没有摆脱他的影子 就是我们这一代的学者 比起他们那代的学者 有相当大的差距 他们的中国学问的知识 和西方哲学的知识 都比我们丰富 而我努力来赶 到现在还没有赶上 您太谦虚了 可能在学术的纯粹意义上 您无法超越国学大师 您的父亲 汤永彤先生的成就 但是您的有些家训 却是一脉相承的 比如说 事不必难 亦不讨责 此话怎讲 这好像是您的祖传家训 对 这个是我的祖父 在他光绪十六年的近世 他这是光绪十六年的近世 然后在宣统三年 他退职 回家乡之前 他的学生开了一个叫做告别会 在现在的那个叫动物园 那个时候叫万生园 在动物园里大家聚首 对 就送了他一幅画 一幅画 然后他就在那个画上 做了一个题词 就说明他为什么要不做官了 要回去了 其中最重要的两段话 一段话就是他对我父亲 给我父亲的一道教训吧 就是事不必难 亦不讨责 另外一段话 他也是告诉我父亲 也是告诉他的学生 就是现在 时事变动 非常迅速 大家应该冷静的来考虑 你们自己将来应该做什么 接下来我想通过大屏幕 了解一下 您的祖传家训当中 还有一段显为人知的 说起来是您的父亲 对您这种期望 还是让您记住家仇国恨 然后励志报国 字里行间到底传递的是什么信息 能不能请汤一介教授 您自己朗诵一下 哀江南 好吗 好 我用那个我父亲的湖北的香音 来朗诵 但是我的香音已经不准确了 所以请大家谅解 演看他起足楼 演看他演兵壳 演看他的楼 他聊我 这群台壁瓦队 演成 水风流教 讲五十年兴旺 看包 那五一像不兴旺 摩吹乎 鬼也哭 风荒飞 骑小鸟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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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这个 埃江南 您的父亲小的时候很少说话 您的祖父 汤林先生 以为他不大聪明 结果到了三岁的时候 您的父亲突然就 让您的祖父对他刮目相待 这段故事给我们说一下 好吗 对 因为我的父亲 应该讲是 比较老实的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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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吧 他平常也不大闹 就有一天 大概三岁多的时候 我的祖父还在那个 甘肃做县 就县官吧 做县官 他在那个县官的 衙门的这个门口 有一个门槛 他就坐在那个门槛上 自己在那背这个埃江南 他可以从头背到尾 那我父亲在 我祖父在后面听着 就觉得非常惊奇 就觉得这个孩子 可能将来还会有点出息吧 所谓的不鸣则矣 一鸣惊人 您是不是继承了您父亲这种挂 言少语 但是心里特有谱 我这一点讲 我觉得我比我父亲还差一点 我父亲是比较有谱的 我还是特别想问一下 您的太太 岳戴云教授 相濡以沫六十多年 您对您的老公 他这个继承自己的祖训 或者是家庭的优良的这种文化传统方面 有哪些特点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 义不桃泽这一点 义不桃泽 此话怎讲 这个就是说他这么大的年纪 来做这个儒障 你想想一共有三百多册 他现在已经是八十四的高龄 他能不能把这个做完做好 我在旁边看着 我是觉得恐怕是很困难的 可是他总是说 他不能逃避这个责任 如果他不出来做 那就是这个事情 可能就要延误一些时间 至少是要很多年以后才能做 所以他非常累 每天很累很累 他这个手下有二百多个学校 四百多人一起来做 分散在全国各地 他又跑不动 所以他那心里非常着急 可是他总是 这个义不桃泽 就他责任在自己 他这一点 义不桃泽 担当二字是非常厚重的 对吧 那您本人呢 如何支持他 如何 搀扶着老人家 当然是您的老公 一起在卫明湖畔 商讨到如何把儒葬 这个十二亿字的 几乎是四库全书 字书的一倍 这样的一个黄黄的剧筑完成 您将为此做出什么样的付出呢 我说心里话吧 我是觉得常常为他担忧 因为他有这个 他有肝硬化的病 还有这个免疫功能低下的病 这肝硬化是不是 年轻时候重酒过度导致的 没有 他从来不喝酒 我们 我们衷心的希望 你们二位健康长寿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至少是为了儒葬啊 儒葬的问世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我能做的贡献 就是让他稍微傻傻车 有时候 在他的卫明湖上走一走 要不然他一天在那个书堆里 就是不会出来的 我觉得这一点就是我的贡献 听说你们二位是在瑞典 举行的金婚大典是吧 对 这是 那是多少 2002年吧 我们是1952年 那个结婚的 人说2002年 正好在 我不知道我们音乐 能不能有婚礼进行曲这一段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汤衣介和夫人月代云 60年来携手同行 相濡以沫 在节目录制现场 将带给我们怎样的温馨与感动 亲爱的小蛋蛋 儒葬是中国儒家经典的大吉城 已经84岁高龄的汤衣介 把儒葬的编撰作为自己毕生的心愿 都想做 可是都没开始做 那我们现在开始做 作为天下儒学第一葬 儒葬全书字数将达十多亿 规模超过四库全书 非生国际的国学大师饶宗仪 特为儒葬写下一副对联 添了一个新的点 就成了三藏天心点 有着不同文明背景的国际友人 在演播室会带来怎样的观点和见解 无论是福色 无论是宗教 地球乃一国 万众皆其名 保证一届把根留住 更多精彩内容 文明之旅正在播出 我想我现在需要给我一点点时间 我得介绍一下 我的太太月代日 一点都不迟 您继续 我给介绍的话 我就念一段东西给大家 儒葬 这剪装本 这部书是我毕生的一个很大的心愿 想把它做成 原因就是和中国的学人四五百年想做没有做成的 那我们现在不是没有做成就根本没有开始做的都想做可是都没开始做 那我们现在开始做了 那么做这部书的时候我把这个第一册 我写了一段话送给月代人 我把这段话念一念给大家听 亲爱的小代代 在这二零一零年的三八节的时候 我衷心祝福我们共同走过的快乐美满的六十年 为此我把毕生的梦想 并为此骄傲的儒葬精华编作为礼物送给你 希望你喜欢它 愿我们一起在共同圆满无憾的生活二十年 祝福你天天快乐 汤一见 那汤先生 像儒葬啊 这个藏字做何解释 它就收藏在一起 因为过去是把佛教的典籍都收到在一起 这叫佛葬 把道教的典籍收集在一起 叫道葬 但是一直没有儒葬 可是从历史上看 儒家是中国文化的主流 所以从明朝末年开始 就有学者提出来要编儒葬 我们现在编的是叫做精华编 精华编没有那么大 精华编只有两一字 这两一字 这两一字就 就那个本子三百三十本 第二部才编一个儒葬的大全本 大概是那种本子三千多本 三千多本那样的文本 然后就是 浩如烟海 十二一字 原因就是四股全书 大家都知道四股全书中间有很多是存木 就是它并没有收到四股全书里头 是有个目录在那个地方 所以现在又编了续四股全书 还有四股全书存木 但是它都是隐印的 都是隐印版 都是隐印版 但是隐印版使用起来非常不方便 还不如数字版 我们现在是把它做成排印标点本 而且加胶杆剂 这个便于大家使用 如果你是隐印本 它很难进入电脑 因为它写的字不规范 你变成电脑的很多错误 我这个是规范的东西 进入电脑完全可以用 是不是 它当然是比四股全书会大 因为四股全书是乾隆所做的 乾隆以后还有很多东西 乾隆以前散事的东西 我们收到了很多东西 现在加上出土文献 所以它当然要大 有佛藏和道藏 没有儒藏 可是在中国文化中间是儒师道三家 三足鼎立 三足鼎立 所以我写了这个之后 有一位这个是真正的国学大师 给我写了一副对联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 我们来领略一下 这个写字的人是香港的饶宗怡先生 他给我写的 这个是 我觉得是 您给大家念一下好吗 这是 是不是上联 这是下联 这是上联 那是上联 三藏添新典 就是原来是儒藏参加了 可是只有两藏 现在边儒藏 添了一个新的典 就成了三藏 三藏添新典 下联 下联 十中邪太和 恰到这个时候 帮助我们建立核心社会 他是这个意思 那康教授横批呢 他没有横批 横批呢 我来加上主委序调一下吧 好 叫 戴云雅正 可以吗 这个地方人家说了 人家说是一届 一届教授雅正 不是一届书生雅正 我觉得还是戴云雅正 最好 对不对 这里有一段文字 儒藏的重要意义 是给当代思想家 从中国传统最重要的思潮中 汲取精神遗产 一个平行的通道 平行的 一会儿请汤先生解释一下 这不仅针对中国的当代思想家 同样也针对世界的思想家 平行此话怎讲 因为在世界上 不只是中国一家 大家都知道 西方那个德国哲学家 亚斯文 他讲轴心时代 他讲轴心时代 他主要是讲了 五个大的思想 流派 一个是希腊 一个是以色列 一个是印度 一个是中国 一个是古博斯 那么这个五大文明 在当时并没有互相交流 都是独立发展起来的 这是独立平行发展起来的 只是在后来的两千年中间 才互相有交流 所以我们只能把儒家的思想 看成所有的这种思想中间的一个 我并没有想把它定于一尊 并没有想把它读书 离开整个世界的这个思潮 我们不能再玩当初汉朝董东书的 霸出百家独尊如数那样的 既不能够推崇西方中心论 也不要玩东方中心论 刚坐在观众席中的 Mr.Fazam Kamalabadi 直点头 您也是来自波斯的 您的血统是伊朗血统 您对于波斯文明 在这个众多的世界主要的文明当中 它的不可磨灭的价值在什么地方 在讲波斯文明 对人类的贡献之前 我要非常赞赏和感谢 谭一介教授 月大云女士教授先生 对不只是中国文明的复兴 做的贡献 二是非常谦虚的 也就是中华民族的美德 就是知道了 人类进入了一个全球时代 就已经不是一个格林 就是我 以我自己的民族和文化为骄傲 你以你自己的为骄傲 开始互相矛盾了 那违背了大家都 没有达到自己的民族精神的 骨髓里面的高度的文明 那高度的文明是人类一家 地球哪一国 万众皆其名 所以我非常感谢那个谭一介教授 始终就说了 这个是一个平行文明 这个是人类大智慧里面的一个部分 不能简单的厚死薄 不断厚死薄 然后呢 他是说的是什么呢 我们是要知道 人类原来是分解了 现在是合并的阶段 每一个的时代 就是时钟 时代不一样的 就是现在时代到来的 跟以前不一样的 以前是分的阶段 现在是要合并的阶段 在合并 人类的每一个部落 每一个的民族 要拿出来他自己民族的特色 来做贡献的 那中国做贡献 不只是一个中西 你说了 不要以西方为中心 或者是为中国为中心 刚刚说了有印度 有希腊 不只是波斯 印度 希腊 所以那人类 确实是以无数的智慧 两合起来 像一个器官一样的 又有头脑的功能 又有手的功能 哪怕是心脏的功能 哪怕是别的地方的功能 不可缺某一块 才形成了天地之间 一个大写的人 对吧 这样子后呢 无论是基督教的文明 还是伊斯兰教的文明 还是中国的文明 还是是所有的文明 他们不会以自己为中心 以为我自己的真理 是唯一的真理 这个真理的唯一性 真理在自己的世界 是独一无二了 但是那一到了 我们人类是多样化的 就是在你说的求同心理 谢谢大家 非常精彩的 精辟的表述 那么叶伟呢 是来自 The Republic of Iran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我想请您说一下 您作为一个伊朗人 您的骄傲 从文明的角度来讲 源自何处好吗 我认为作为一个伊朗人 能说出的唯一的感受很骄傲的 就是说天下人 一家没有我和你和他 类似这样子的一个关系的 就是我们大家虽然是国家 虽然是一地区 需要一个统治者 来统一一地区的 但是那一地区天下的人 都是一类的 无论是辐色 无论是宗教 无论是想法 都可以很友好 很协和着 活在一起的 就是我认为 这几千年以来的 古波斯所指的古波斯文化 最有价值的一部分 就是强调四海之内皆兄弟 能强对的 好 谢谢您 请唐一介教授做一下点评 我们这两位来自异国他乡的朋友 都各自谈了 他们对于不同文明之间和谐共处的感想 这两位学者 我想可以说是有世界眼光的学者 现在确实是 要从一个分走向和 是人类社会才有希望 三国演绎的开篇第一句是什么来着 分酒必合 如果不能合的话 对人类将是一个大的灾难 大家试想 如果真正的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 我们有几个人能活下去 这是很难说的 所以刚才这两位教授提到 对文化要有个世界的眼光 看到这个文化 它最初虽然是分的 是各自一条一条 但是在这个漫长的两千多年过程中间 已经在逐渐融合的 但是并没有融合的非常好 我们希望今后更加融合的更好 那么这样才可以使得人类社会得以发展 能够共存共荣 我想是非常重要的 对 面对二十世纪的西方中心论 汤一介与夫人岳戴云 用跨文化的多元研究作为应对 二十世纪最根本的 最要做的 就是要反对这种三边 在同一屋檐下生活六十载的两位老人 对待彼此和生活又有着怎样的态度 不一定要两个人完全一样 我们两个人很不一样 他喜欢儒家我喜欢道家 鼠兔的汤一介先生 2011年迎来本命年 文明之旅栏目组为他送上怎样的注词 汤一介把根留住 更多精彩内容 《文明之旅》正在播出 好多主流的思想 关于文化的研究 归根结底 都归结到那两者之间的关系 就是生和死 我看在您的书里边 也有很多地方 对这两个问题 有您自己的思考 您说 如果人能把人生最大的变化 死亡给想明白了 它是一种福分 此话怎讲 因为凡事人总是会死的 这是肯定的 既然人是可以 一定会死 但是你能不能给后人留下东西来呢 他就讲三不朽 就是利德利公利言 那利德就是你给他树立一个道德形象 利公就是你对他有个 建立一个工业 比方说你修个长城吧 这是个工业 修个天坛也是个工业 或者做一本书也是个工业 利言就是像孔子他利了那么多言 第一句话就是 学而失其之 不亦乐乎 有朋自远方来也不亦乐乎 对 这就是对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格言 所以您的太太叫岳戴云 哎呀两清相悦六十载啊 是不是 在同一个屋檐下 一同生活了六十多年 岳戴云 女士 同时也应该用中国话来讲 先生 让我充满敬意地称您为先生 您是前辈 那么您多年从事比较文学 如何看到何而不同 他这样的真谛 那么我觉得我们两个人所追求的目标是完全一样的 就是在世界上怎么能够摆脱那种单边主义的统治 因为大家想一想 整个整个二十世纪一百年 都是单边统治 都是说某一些国家要征服某一些国家 殖民统治 然后统治全世界 然后引起了各种纷争 整个这个二十世纪是非常动乱 所以我们俩觉得总结 二十世纪最根本的 最要做的 就是要反对这种单边主义 那么用什么来反对单边主义呢 就是应该 像刚才大家说到的 应该是一种跨文化的多元化的研究 所以所谓比较文学 并不一定是有一个比较 所谓比较文学 它的最精髓的东西 就是说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 就是说跨文化的文学交流 这就叫做比较文学 实际上是这个定义 就是跨文化的文学交流 所以我们两个人所从事的 不管是从古到京也好 不管是从中国到外国也好 我们都是希望能够找到一条沟通的途径 能够真正的 击败这种单边主义 而让各个民族的文化 都能够发扬自己的优点 而且这个优点能够互相沟通 你不沟通也是不行的 不沟通谁也不知道自己想什么 所以我想 我们做的都是一样的事情 他做的比我好 因为他的学问比我要深 而我是比较浅的 谢谢 谢谢 夫妻二位 携手一同走过了风风雨雨的 从他们相识相知相爱结婚 到今天 学术著作硕果累累 很重要的一点 如果我们再谈到婚姻的稳定 就是相互的欣赏 我比较欣赏到家说实在的 所以我们两个人有时候也争论啊 就是对他那种锦小胜没有 我很着急 不过我就是想 大家那么多年轻同志 我觉得想奉献大家一点 就是说 在寻求伴侣的时候 不一定要两个人完全一样 我们两个人很不一样 他喜欢儒家 我喜欢道家 他喜欢一个人坐在那沉思默想 我就喜欢到处跑 跳舞唱歌我都很喜欢 他从来不上舞常 我们常常为这个吵架 也有这样的事情 可是我觉得这个没有关系 只要互相能够尊重 互相能够专心一致 我觉得就能够保持永恒 当然了 毫无悬念的是 这是后来磨合出来的结果 磨合出来的结果 可是回到六十多年前 你们性格上反差如此之大 怎么能够心心相应 怎么能够相互吸引了对方呢 我觉得正是因为差异 才能够共存 有差异才能共存 对 掌声鼓励 这句话很有哲学意味 有差异才能相互吸引 对 虽然这里边有一些磨合的过程 这个不能否认 可是实际上如果我们两个什么都一样 我觉得就没有意思了 你们觉得是不是这样 大家都完全一样 为名湖畔的两只小鸟 是普普通通 飞不高 也飞不远的一对 它们喜欢自由 却常常深陷牢笼 它们向往逍遥 却总有俗世缠身 现在小鸟已经变成了老鸟 但它们依旧在绕湖同行 它们不过是两只小鸟 始终同行在卫明湖畔 这段文字相当优美 其实它真实地写到了 汤一介教授和岳代云教授 二位老先生 几十年如一日 它们既有着形式上的思考 但是它们就是它们自己 在同行在卫明湖畔的两只小鸟 这本二人合著的散文 杂文集里边 还有更多非常优美的文字 把它们的平时的所学 所思的感想 记录 通过文字记录在这本书里 我能否把这本书的前沿 给大家念一下好吗 他们今天刚把同行在卫明湖畔的两只小鸟编好 又计划着为青年人们写一本 总结自己人生经验的肺腑之作 它们中的一个正在为顺利开展的 如葬编撰工作 不必要的忧心忡忡 另一个却对吕精催逼仍不能暗器交出的比较文学一百年书稿 而处之泰然 月代云女士是中国比较文学的拓荒者 刚才我们的书中也提到了 她的处之泰然 接下来我想请我们在座的华战先生 因为他以前也认识了月代云女士 他称这位先生也充满了敬意 我想代表大家的对您的尊敬 对特别是汤一介教授的尊敬 听说您可以用笔墨来表达您的感情和您的尊敬 是不是 今天我们也准备了这个文房四宝 华战先生有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想送给谁啊 这一家 给汤先生和月先生 那就请汤教授您孝大了 不好意思 我们是三门弄夫 中国有五千年历史 我确实不是书法家 我只是为了这个精神 要学习这个精神 因为这个的精神是全世界以后很缺少的 需要的 我们是在做的贡献 主要是年轻的人 以后对世界要做贡献的 这个是一个象征而已 谢谢大家 今天这个文明之旅的大课堂里是墨乡四宝 我们嗅到了各种文明的墨乡 领教了各种文明的精神 那么我们这个团队 文明之旅的设置组 我们的编导 制片人 所有的我们这个团队的人 想表达一下自己的心意 今天呢 二位老人 相濡以沫 经过了一个甲府 我们的同事带来了一束鲜花 汤教授 这是我们一点的心意啊 谢谢 您看这束花 您心中一定已经选好了 应该送给谁了是吗 那当然送给我的 希望我们再有二十年 我们知道明年是兔年 是汤教授的本命年 顺便说一下也是我的本命年 然后呢 我们的礼物是什么呢 这是什么 应该说是 等到我们的节目播出时候 今年是兔年 是汤教授的本命年 同时也是我的本命年 我们很有缘分啊 汤老师 谢谢 请接受我们设置组 我们的团队 给您的一份小小的礼物 谢谢 祝您身体健康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